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希望欧洲红魔比利时能够战胜法国队 最终挺进决赛 但是 对于法国这支年轻队伍 也不愿舍弃 所以 赛前球迷的心情都很纠结 不过 比赛是无法预料的 尤其是像世界杯半决赛这样残酷的比赛 在比赛中 虽然比利时黄军一带占据绝对优势 控球进攻等数据 全在法国队之上 但是 最终的比赛结果 却是法国队笑到了最后 那是在下半场开场不久 第五十分钟 法国队获得脚球 格里兹麦脚球传中 乌姆弟弟千点头球破门 法国一比零领先比利时 而且 这个一比零的比分 一直保持到中场哨声吹响 法国队赢得比赛 可喜可贺 但是 法国队在最后阶段的表演 则引起球迷和比利时队员的严重不满 尤其是法国队天才小将姆巴佩的一个行为 不仅引起了重怒 还遭到了中超球星的怒打 对此 裁判都看不下去了 没有惩罚打人的队员 而是直接给了姆巴佩一个黄牌 当时 姆巴佩左边路将球蹚出边线 没有任何疑议 界外球应该由比利时队来发 但姆巴佩这时开始表演了 他不仅迅速跑过去抢发界外球 被裁判哨声制止后 他又装着没拿本球 把球扔进场内 然后 自己环盘带了起来 这一动作 马上引起比利时多名球员的激烈反应 等待开球的阿尔德维雷尔德上去抢球 没想下来 而跟过来的正在天津全剑效力的中超球星维特赛尔 更是怒不可遏 上去就狠狠地给了姆巴佩一下 姆巴佩当即被打倒在地 对此 才怕也看不下去了 没有管雷特赛尔的粗暴行为 而是愤怒地给了姆巴佩黄牌警告 而球迷的反应呢 也是相当愤怒 他们说 这突然比赛方式 内玛尔看了都汗颜 一点演技都没有 看来我们对姆巴佩的期望太高了 年纪轻轻就成了老戏骨 这小子真学坏了 相比之下 内玛尔脸皮还是薄了点 王老师看体育原创 特此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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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